去年第三季度 中国羽毛球队接连出战苏迪曼杯 汤努斯杯和游博杯 斩获其中二项冠军 而长期处在弱势地位的南队 则在汤杯赛场折击 其中 我与南丹一哥石宇齐 表现不如苏迪曼杯期间那么优秀 再加上受到伤病影响 整个人看起来很没有斗志 尤其是在和日本南丹一哥淘甜咸斗的对决中 石宇齐首局还能和对方熬战到最后一刻 以二分之差输球 第二局竟然以5.20分大比分落后 随后 石宇齐在对方即将拿下最后一分钱 突然宣布退赛 引发轩然大波 关于石宇齐退赛的决定 网友们分成两个阵营 一方认为他有伤在身 实在坚持不了 主动放弃可以理解 另一方认为 石宇齐完全是消极比赛 如果有伤在身 为什么第二局开始的时候 不退赛 偏偏等到对方只剩一分 就能取胜的情况下 才宣布退赛 难道他的身体连打一分的时间 都坚持不了 紧接着 石宇齐个人的表态 让支持他的网友们 感到无比尴尬 针对网络上的质疑 石宇齐了极为不当的言论 很难想象 这种言论竟然出自国语世界冠军 南丹一哥之口 难怪他这么多年 始终无法登上奥运之巅 成为像林丹和陈龙那样 真正的国语核心球员 情商和思维方式的低级落后 让他注定算不上超级巨星 在那之后 石宇齐便从公众视野消失了 外界都知道他有伤在身 但从史智中没有任何官方表态 网友们不得不怀疑 石宇齐是不是被禁赛了 但是国际语联方面 并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近日 国语总教练张军 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确认石宇齐遭到内部禁赛 时间是一年 张军直言不讳地表示 石宇齐在去年的汤姆斯杯赛场 做出了很不好的行为 发表了负面影响极大的言论 对他进行内部禁赛 希望他能好好反省 争取早日重返赛场 对国语的处罢决定 部分支持石宇齐的人表示不认可 认为球员有伤在身 退赛理所应当 凭什么逼迫人家坚持留在场上 但如果听听石宇齐退赛时的话语 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 我们都知道 在讨论国足成绩的时候 大家往往会指责 国足球员不尽力 在场上永远消极懒散 批评声和质疑声 直到现在仍未消失 石宇齐的情况和国足类似 同样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不愿坚持 同样是没有斗志和体育精神 他有什么资格得到原谅 因此 国语内部禁赛石宇齐 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也能够整顿一下 国语队伍长期存在的不良风气 当然 禁赛一年对石宇齐的影响并不算大 他本就需要花费几个月养伤 再加上恢复期 等他重新准备好后 禁赛期也就结束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